不出任何的意外,结果便是萧峰惨败。 一名男子,脸上有着三条深深刀疤,正一脸是血地看着他,冷笑着说道, 萧峰,听闻你手上有好几个龙灵臂,今日只要你全部交出来,我们就饶你一命。 这等买卖对你来说,绝对划算。 萧峰闻言,干咳了两下,他此时已经是重伤,嘴角都溢满了鲜血。 萧峰心中苦笑,没想到自己只想做一个安静修炼,不参与比赛,与世无争,仍然会惹来杀身之祸。 萧峰心中也是后悔无奈,要怪,就怪他进入了这个如此残酷的斗神联盟吧。 萧峰,沐爷我向来说到做到,给你三夕的考虑时间。 萧峰,你应该很清楚,在第九重天死一个人可掀不起什么风浪,毕竟超过万岁才达到五星斗县,就算留在斗神联盟之中修炼,也纯属浪费资源。 萧峰,像你这种臭鱼烂虾,早就应该死远点了,如果离开斗神联盟,刑许你以后的生活还不算太糟。 此人名为木耐,使力七星斗仙,战斗力极为强悍,即使在第九重天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而木耐的这种行为,在第九重天并非什么罕见的怪事,抢夺弱者的资源的行为,可以说再平常不过的了。 虽然斗神联盟内有明确规定,不得私下残杀同盟,可九重天人数众多,意外地死一些人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而且,往往从这种残酷环境中站起来的人,才更为强大。 没有。 萧峰半赏才挤出了两个字,满脸是血的萧峰,脸庞上终于露出了祈求的表情。 不是萧峰不想教,而是他身上的所有龙灵臂,全部都拿去进入天神试炼,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现在身上穷得叮当响,可木耐怎么可能会相信萧峰的话语? 旋即一脚就再度踹在了萧峰的脸庞之上。 萧峰煞事间,鼻血乱冒,眼冒金星。 若再不给,就休怪我无情了。 木耐变色冷冷地说道。 而萧峰始终是沉默不言,忍无可忍的木耐,脸庞之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狠色。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么想做一个守财奴,死了又有何用? 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我就去死吧。 木耐气势全然爆发,抬起脚便是裹挟着汹涌的先知元气。 如果这一脚下去,足以把萧峰的头给生生踢爆。 住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演出便是有一群人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木耐看到心里便是一惊,随即恳然扭头,然后冲着萧峰吐了一颗唾沫。 冷声道。 臭小子,这一次算你走运,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这次来救萧峰的,乃是他在斗神联盟之中唯一的朋友。 不过这名朋友比萧峰一样,也是万岁,实力仍旧止不于五星斗仙。 但他却靠着一张乔嘴,在第九重天过的日子还算不错。 但萧峰的目光看向他这位朋友的时候,眼神却闪过一抹冷色。 看完第二段记忆之后,萧炎原本以为,萧峰要杀的第二个仇人便是木耐。 不过,当他这名朋友出现之后,萧峰身上的怨气才达到了极致。 至于具体原因,记忆之中就并没有特别提到了。 眼前的画面再度一转,便是第三段记忆。 这一次,足足有百艘巨大方舟。 九重天,必须有一半的人去参战。 所有人都清楚,参加这种级别的战斗,他们大多数人都会是被当成炮灰,陷入九死一生的境地。 但当萧峰的目光看向他这位朋友的时候,而萧峰此时此刻眼神却是死死地凝视着手中刚刚抽到没到一刻的签。 上面写着一个极度显眼的大大的站字。 他瞬间变得通体冰寒,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不由自主地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眼瞳中露出了一抹骇然的神色,因为如果抽签抽到的是这个站字,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参与和古神殿的那一场战争。 最后,画面便再度一转,萧峰此时生命已经是奄奄一新,但杀死他的竟然不是古神殿的人,而是一名男子。 他身穿一些白鳞长袍,银白色的发丝无风自动,以及银白色的眉毛仿佛镶在眉心,其身上散发着非常强大的气息。 萧峰的死则是因为此人施展了一个罕见的斗技,随后便是吸扯了足足十个人的性命,而萧峰便是十人中的其中之一。 而萧峰直至临死之前,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的陨落竟然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而且死得真如同臭鱼烂虾一般的渺小,这也是他心中最浓烈的怨气。 他不甘,究竟为什么自己小心谨慎,忍辱负重地辛苦活一辈子,最后却要以这种最简单明了的方式死去。 萧峰的眼神中透露出满满的不甘情绪,眼球表面早已布满了血丝,气息已经完全消失,在瞳孔中渐渐放大的光芒也是完全消散致尽,可以说是真正的死不瞑目。 最后战争结束,萧峰的尸体缓缓地飘荡在虚无海之中,直到最后还是古神殿给萧峰收的尸。 本来打算就这样埋葬,但是萧峰的怨气实在是太重了,所以便一直封存着,然后直到成为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观看完了三段悲惨的记忆,萧颜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心中暗自感叹,修炼意图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着好运,也不是所有人只要想通过努力就能变强。 而萧峰对于修炼变强大,太过于执着,这种强烈执着的变强心理,已经完全让萧峰的心理扭曲了,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退而求其次的,最后根本不至于这样死不瞑目,但心中变强的执念,让表面看似理智的萧峰在心理上恐怕早已变得扭曲。 既然我记你的身份和魂魄,你的仇恨便是我萧颜的仇恨,你心中所有的不甘和未完成的心愿,我一定都会替你完成。 萧颜看完三段记忆后,难难道,随后慢慢收回了手掌,而此时此刻,在他的手臂之上,怨气凝聚成了三个黑点, 这分别便是萧峰的三个怨念,萧颜只有完成一个,黑点才会消失一个。 九师弟,你其实完全可以不必如此,这怨气对你的修炼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好东西。 柯云目睹萧颜举动后,便难难道,萧颜闻言,则是惊惊一笑。 放心吧,这件事我自有分寸,而且深度了解她的记忆,也能让我扮演萧峰这个角色,更逼真完美一些。 萧颜回答道,女皇则在旁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萧颜的身影,精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光芒。 萧颜的这种敢于承担的做法,令得女皇对萧颜产生了些许好感。 萧颜已经把空间纳戒交给了丁月,也告知了丁月她可能要闭关一段时间。 在这段闭关的时间里,让丁月先留在古神殿之中修炼。 当萧颜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这个夺区的计划也是正式开始了。 你若完全准备好了,那么我便开始了。 女皇美眸再度凝视着萧颜,确认道。 萧颜立刻微微点头确认道。 女皇在手印快速变换之间,便是直接将萧峰的魂魄给生生抽出。 在萧峰灵魂凄厉的惨叫声之中,灵魂渐渐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光芒, 完全覆盖在了萧颜的身上。 而萧颜体内原本的火焰原脉,也是全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只不过,这种变化只是一种隐蔽的障眼法罢了。 整整持续了半场,在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之中,萧颜终于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而此时,萧颜的容貌和气息已经完全变成了陨落后的萧峰, 包括体型,脸上的神态,以及肉体,都完全与萧峰一模一样。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不再叫萧颜,你叫萧峰。 女皇看着模样改变的萧颜,缓缓地说道。 萧颜表情则是木然,自己现在的模样, 一如她在《三段记忆》里看到的萧峰的神态。 萧峰便是拱手抱拳。 女皇看着改变了模样的萧颜, 心眉眸中露出一抹不悦的神情。 这脸庞根本不适合你, 还是你原本的模样更帅一些。 萧颜微微一笑, 笑容显得有些僵硬, 现在这张脸庞她还没有完全适应。 柯云和六儿, 你们便陪你们的九十弟走一趟吧。 在计划开始前, 完成她最后的心愿。 女皇望向她俩说道, 说完, 她也是优雅地连不迈开, 静止走进了后花园内。 遵命, 女皇陛下。 柯云和六儿都是拱手抱拳。 在彻底的改头换面结束后, 萧颜现在必须要去完成 那心中仅剩的两个愿望。 第一是, 要尽量保护着斗地大陆, 不受血神界的侵略。 第二是, 拿火焰之心去救花不语的性命。 算起来时间非常紧迫, 所以必须马上就要出发。 等备好方舟之后, 萧颜以及柯云六儿三人, 全都助力在方舟之上。 整艘方舟, 现在也只有他们三个人, 此时要先赶往千兴城。 先要前往千兴城, 再到赤恒星。 即便全城都以跌空的方式前行, 最少也需要花一百年的时间才能抵达。 柯云正在看着 偌大虚无海的地图盘算着时间, 思索一阵后, 缓缓地说道, 萧颜文言也是微微一惊, 因为这个时间可并不算多, 毕竟, 他们从千兴城到鸿蒙星, 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 如今古神殿, 更是完全不知道在哪个神秘遥远的地方。 萧颜原本以为, 也同样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千兴城。 但萧颜始终未曾想到, 仅仅只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就能到了, 所以反倒是令他有些惊讶。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恐怕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萧颜在思索间也是拱手抱拳。 有劳大师兄和六师兄了。 六二则是笑了笑, 对着萧颜说道, 九师弟, 完全不必客气, 我们古神殿, 比你想象中的要富有的很多, 这点资源, 严格来说, 其实算不上什么。 萧颜文言, 也是惊惊一笑。 六二, 此时看着模样变化的萧颜, 感觉还是不习惯, 所以时不时地, 就要去摸一摸萧颜的脸庞。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一切全部准备妥当之后, 柯云才缓声开口。 在方舟之上, 有着磅礴的力量涌动, 下一瞬, 巨大的方舟则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赤恒星的花不语, 在此刻, 院独已经占据了他大半边的脸庞, 几乎一天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在那里静静盘坐着。 他已经长时间陷入这种深度沉睡状态了, 偶尔苏醒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 而花不语的眼中早已是一片平静与湿然。 很显然, 他已经认命了, 但他从来没想到过, 此时, 在虚无海的某处, 一艘巨大的方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朝着赤恒星掠来。 他也并不知道, 一个甚至他都未曾放在心上的男人, 正在急速赶往赤恒星, 前来拯救他的姓名。 而在距离赤恒星极度遥远的斗地大陆, 此时, 在借空之外, 有着一群身影, 已经尝试过各种破除封印的方法,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与此同时, 在斗地大陆和血神界之间的虚无海通道中, 也有一艘巨大的方舟正急速朝着斗地大陆时来。 距离真正抵达斗地大陆, 也不过仅仅百年的时间而已。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